据报道 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 美国商务部计划将提议禁止美国道路上行驶的智能联网汽车 和具备自动驾驶技术的汽车使用中国的软件和硬件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林健对此作出回应 作为原则我要强调的是 中方反对美方放好国家安全概念 针对中国的相关企业及产品采取歧视性做法 我们敦促美方尊重市场原则 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 公平 透明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中方将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